刚刚呢我们讲的这样一个聚焦旁路的流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搜索引擎的这样一个流程 搜索引擎的流程呢其实和我们聚焦旁路流程其实差不多 那这一点呢关于搜索引擎这一块呢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首先呢它也是一样的去抓取网页 但是抓取网页之前呢它会有一个种子UL 这种子UL种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种子的意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种子能够下载到 和这个种子相关的所有的资源对不对 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做一个种子 大家可以下下来对不对 这就是种子的意思 那么对于搜索引擎来说 它要抓的是整个互联网上所有的UR地址 对吧它每个UR地址它都要抓一遍 那这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种子UL它是整个互联网上所有的UR地址吗 种子UL地址包含的UR 种子UL包含的UR地址 是整个互联网上所有的UR地址吗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它没有必要对不对 没有必要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拿刚刚的60.百度为例 百度新闻 假设我们把这个新闻60.百度作为我们种子UL地址 那么我们有了它这个之后呢 就没有必要再把比如说 再把CCTV作为种子UL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百度新闻这里的内容呢 能够到达CCTV这里来对不对 它只要把这个UR地址取出来之后呢 自然而然就能到这个页面 到这个页面自然而然就能到到它的主页了对不对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是没有必要把整个互联网上所有的UR地址都制为种子UL了 那么到底在斯多引擎里面哪些UR地址是它的种子UL呢 这个是肯定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相对于是这个流卖 这个斯多引擎公司呢 它自己的一些核心价值所在了 能理解对吧 如果它把这些种子UL地址等等 这些比较细节的一些信息呢 都告诉公知于众的话呢 我相信很快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百度千度等等之内的万度 对吧 都有可能啊 这是关于种子UL地址 它从这些种子UL地址去发送请求 来获取给它相关的这些网页 那网页之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网页呢 肯定就是一个ITML字符串 对不对 它把ITML字符串拿了之后呢 实现这个数据的存储 就是把这些网页的ITML字符串呢 存储到我们的 存储到它对应的数据库里面去 存储完了之后呢 它还会做一个事情叫预处理 这个预处理相当于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从网页的ITML字符串里面呢 去提取重要的一些内容 那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内容呢 比如说就拿这个内容来说 在这个新浪的页面里面 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 在这个网页的ITML字符串里面呢 所谓的内容我们其实是不想要的 那么刚刚我做了一个操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 我在这里点击了一下显示网页源码 这个显示网页源码显示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当前这个UL地址对的响应 就是CNW.CN.CN.CN. Agent 会在显示网页源码的周围呈现出来 在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发现 像这种screws标签 这些内容 还有这些GS的内容 什么Size的样式 其实这些内容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不对 还有这一堆的DIV标签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吧 那什么可能会有用一些呢 比如说 新浪体育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对的UL地址 可能有用了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的其他内容呢 可能对于我们斯多引擎 或者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的话呢 都是没有任何用的 所以它都是需要去处理的 处理成什么样子的呢 比如说这里有这样一条新闻 它可能最终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条新闻里面呢 所有文本标题 所有文本以及图片 图片堆的地址 给它提出出来 那么其他的内容呢 可能它都是不需要的 能理解吗 它可能把比如说这个标题 它是在一个DIV标签里面的 它把这个标题提出来 之后呢DIV标签它不要了 那相当于就是 这就是预处理做的事情 就是相当于进行一下 数据的这个清洗 然后呢把里面的关键的 重要信息的拿出来 那么拿出来之后呢 它还会做一个事情 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分词 分词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分词的意思就是 把一句话分成肉干个词语 比如说这里有这样一句话 叫习近平总书记是吧 1.5中校讲话的十九个金句 那么它通过分词之后呢 它可以分为什么呢 习近平总书记1.5中校讲话的 十九个金句 分成这样几个词语 那么为什么要分成这样几个词语呢 因为它分成这样几个词语之后呢 每个词语都可以和当前这个页面呢 建立一个联系 会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后续我们在百度里面 比如搜索十九个金句 或者搜索金句 这几个词语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可以把当前这个页面 把它给搜索出来 能理解吧 这是作为分词 作为分词之后呢 然后每个词语呢 和当前这个页面呢 建立一个索引 那这就是这个地方的 预处理的内容 我们刚刚说的 属于清洗对吧 然后提供检索服务 就刚刚说的分词 然后呢建立索引 那做到这个事情之后呢 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百度里面去搜索 比如说我们搜Python的时候 它为什么有的内容呢 显然在最前面 有的内容呢 显然在后面 有的内容显然在第一页 有的内容显然在第二页 有的内容显然在十页 成十页之后 因为有的网站付了钱 对吧 那我觉得像这个网站 应该没付钱 是吧 这是Python的官网 对不对 它应该是没付钱的 像这种网站 对吧 很多时候呢 它有广告 可能确实是付钱的 之后才展示在最前面 但是有很多网站 它是没有付钱的 比如说 我们搜到Python的时候 这些网站 可能应该都是没有付钱的 那这个时候 百度它是根据什么来 判断哪些网站 我要放到最前面 哪些网站放到后面呢 点击次数 对不对 它确实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比如说 我在这里点了一下 这个网址 那这个时候呢 对应的百度这边呢 它通过后端的 比如说GS 可以做一下统计 怎么统计呢 就可以把这个 我当前这个点击呢 做一个加1的操作 比如说当前 搜这个字 搜这个词 出来这个URG呢 做个加1的操作 那么当我反复的在这点 不可能点它这个URG 点了1000次之后呢 说不定能够让当前这个网站的 这个点击次数呢 变得更多一些 那么下一次 别人在搜索 Python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把这个URG呢 放到更靠前一点 能理解吧 给你点击的次数 点击次数确实一个方面 但是呢 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像百度公司 刚成立的时候 或者后续 大家自己成立的 一个搜索性公司 大家通过自己的爬虫 已经爬起了 整个互联网上 所有的网站 那这个时候 其实刚开始做好的时候 你是没有 这些点击次数的 对不对 就第一天刚上线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这些点击次数啊 那这个时候 那怎么去排序这些内容呢 大家之前应该有 有看过 别人写的一些书 对不对 或者说看过一些论文 写过一些论文 对吧 在别人的书里面呢 别人都会去引用 另外一本书 或者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 然后呢 他会把引用的内容 引用从哪个地方引用的 引用的名字 作者的名字 发布的日期 然后出版社 然后出自己哪本书 等等这些信息呢 都会放到 当前他引用的位置的最下面 对不对 都会展示出来 那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这个情况 如果说一个文章 他反复的被其他很多文章都引用了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文章写得很好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对搜索性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在一个网站里面 很多时候 他会包含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网站的URL地址 这样字符串 所以说呢 我们斯多引擎 当把整个页面上所有内容 刷出来之后呢 他可以把每个URL地址 比如说这个URL地址 他被引用的次数 被引用的次数 做一个统计 那统计完了之后呢 他只需要 当我们搜索Python的时候呢 把Python相关的那些网站 然后呢 跟进他的被引用的次数呢 然后做这样一个排序就好了 被引用次数越高的 他就放到前面 被用次数阶段放到后面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因为如果说一个网站被别人 用的次数很多 那肯定也是毫无疑问 那说明这个网站很重要 对不对 里面内容呢 可能很重要 所以就应该把它放到前面去 这个可以理解吗 这就是之前非常出名的算法 叫PageRank算法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是可以去搜一下PageRank 然后它是这样一个词 Page 那么这是搜索引擎 网页排名的一个技术 最开始是谷歌 发明的这样一个算法 那么现在这个算法也是公开的 但是呢 它是关系搜索引擎相关的内容 和我们爬上的可能 关系并不是太大 大家后续呢 只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 所以在这个网站排名这个地方呢 就在两个方式排名 第一个呢 根据它的点击次数 第二个呢 是根据它的被引用的次数 对吧 那所以说呢 大家经常 平时在上论坛的时候呢 可以发现 别人在别人论坛里面呢 经常会打一些 那些发生的东西 比如说 一个UR地址 对吧 我们看一些新闻 新闻下面可能有评论 对不对 这些评论里面 可能就包含 有一些UR地址在里面 很多时候呢 大家可能不清楚 为什么别人要在下面 放个UR地址 对不对 而且很多UR地址反复评论好多次 对吧 比如说这个事情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为了增加 这个当前这个网站 这个UR地址 被引用的次数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有情链接 在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进来的看到网站上面 某些网站 它对的是有有情链接的 对不对 这个链接 就是链接到别人的网站上面 为什么别人要做这个事情呢 也是一样的 为了增加 这个网站被引用的次数 比如说我们俩关系比较好 你这个网站非常非常厉害 比如说就那次是 新浪网这个网站 这种量级的网站 那么我把我的新闻网站 放到你的有情链接那个地方去了 那对应的话呢 在百度斯多引擎呢 获取到 你这个网站里面 报上的链接的时候呢 就能拿到我自己的 我的这个网站 对不对 结果说呢 相当于我这个网站的 被引用次数就变多了 而且不光是这种简单的变多 它的变多的话呢 是有一些权重的 比如说 我这个网站是被 新浪网这个网站引用了 因为新浪网这个网站 非常非常出名 非常知名 对不对 所以它权重可能更大一些 可能有的网站 比如说 我的网站被一个 第一天刚上下的 一个小网站给引用了 那可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对不对 你解吗 但是这个 也和数量有关 对不对 如果小网站很多 可能有一千万个小网站 都引用到 我这个网站的首页的地址 那也是可以 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就是关于网站的排名 中间的引用的一个技术 它会统计出来 然后根据它进行的排序 这是关于数多引擎的流程 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关于数多引擎呢 还有后面两点 需要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点呢 是关于数多引擎的一个局限 这个局限呢 就是说这个数多引擎 有哪些目前都来说 不足的地方 因为后续呢 大家都有可能会进入 一个数多引擎的公司 对吧 或者有可能会 自己建一个数多引擎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还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改进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 数多引擎返回的内容呢 可能90%内容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们拿到一个bug 我们把bug呢 在百度这个地方来搜一下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下面可能压根就没有 任何我们想要的信息 想要的数据 对不对 可能没有任何的阶段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方面 那比如说 刚刚呢 我在这里搜的 PageRank这个关键词语 我们想找和PageRank 相关的这个算法的实现 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发现 其实在它下面呢 我只搜这个关键词语 它是没有办法 根据我个人这种诉求 这种需求 来只帮助我们展示 它算法实现的 它前面可能是关于PageRank 非常非常相关的内容 但是它这里呢 有记十页 对不对 那么十页之后呢 可能很多内容都是关于一些PageRank 相关的新闻呀 等等 对吧 可能跟PageRank 散发本身就不太相关了 对不对 那十页之后呢 它还有非常非常多页 对不对 可能它有一百页一共有 那么可能只有前十页是相关的 那么后面呢 都不是相关的 所以说它有很多内容呢 是没有什么用的 这个没有什么用的 是一方面是可能它不满足我们 我们搜索的需求 另一方面呢 是有可能 当我和另外一个同学 另外一个同学呢 他可能也想去搜一下 比如说 我们两个同学搜传执播客 我是想去传执播客的这样一个官网 那么另外一个同学搜传执播客呢 是想看一下传执播客 在网上这样一个评价是否好 对不对 我们的目的不一样 但是呢我们访问的内容肯定也是一样的 这个应该也是非常好理解 对吧 因为我们在搜索引擎里面 在这个摆动里面搜内容的时候呢 它是把 它数据库里面内容给呈现出来的 只要我们搜的是同一个词语 那么出现的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特别是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点进行搜索的时候 这个可以理解吗 那当然呢 这个摆动的跑出呢 它是不停的在跑的 对不对 可能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它就会跑好几次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当前这个月和下一个月 或者明年这个时候 我们同样搜python和搜传执播客 它内容可能是不再一样的 对吧 因为后面的单种它有更新嘛 对不对 这个应该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那么 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点 图片 音频 视频等多媒体内容 搜索引擎无论为例 前面这两个呢 搜索引擎出的比较好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图片这一块 图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图片本身 来搜索一个图片 那比如说呢 大家再和一个网友聊天 网友呢 给大家发了一个自己的照片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做成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照片 拿到版录里面去搜一下 对吧 给大家讲笑话 他总是不笑 还没关系 通过百度 他里面有一个以图搜图 百度是以图搜图 以图搜图 对吧 如果有一些你的网友给你发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他说他是他自己 对不对 对吧 你这个时候可以拿着他 在这里搜一下 然后把这个图片传过来 然后能够搜索个图片相关的内容 就可以搜到了 对不对 然后他能够找到 最起码能够找到当天这个图片的出处 最开始的来源 在哪个地方有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这个地方 那除了之外呢 还有音频 音频是什么意思呢 音频就是比如说 我们想要搜一首歌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这个歌的名字去搜 我们通过歌的内容去搜 那比如说呢 我们常用的这个播放器上的听歌识取 就是这样做的 对吧 我们 走到大马路上 看到别人在唱一首歌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样一个程序 然后再识别一下这个歌的内容 它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能够识别出来的 所以这块内容呢 它也是能够非常好的处理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像视频这一块 搜索你目前来说 可能处理的并不是特别好 那比如说呢 我们想要搜一个 电影 我们往往是通过这个电影名字去搜的 对不对 那很少就通过电影内容去搜 为什么不能通过电影内容去搜呢 因为它们之间呢 是个电影本性的 是没有一种意义对你关系的 对你呢 只有这种文本的内容 那比如说 我们想和之前搜这个图片一样 我们把一部视频 传到这个页面上去 传到这个网站上去 传到网站上去之后呢 我们点一个按钮 让它搜一下 可能视频相关的所有的视频 确实可以实现 但只不过呢 目前来说 当前这个网速呢 可能达不到这一点 对不对 虽然现在已经是4G了 非常非常快 但是呢 还是不够快 我们一个视频可能最起码就是几十兆 上百兆 可能上G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它也是由于网速的原因 当前这一点它没有做好 那么后续呢 比如说5G 6G出现的时候呢 当我们能够实现 这种秒传一技的时候呢 说不定这一块内容呢 它也是能够非常好的实现的 那么给这 大家几个例子 只是告诉大家 目前来说 所有引擎呢 它还是有很多地方呢 是可以值得改进的 那包括像百度这种大公司呢 他们也是一直在专注于人工智能 这块的内容 那说不定有一天 最后面这一条 它就能够实现了 对不对 它能够知道 它根据我之前 一直在访问它百度的时候 搜的什么内容 来推测出我这个用户 是个什么样的用户 然后呢 我更感兴趣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针对我个人 来给我返回 不一样的搜索结果 说不定是有可能实现 这种事情的 对吧 那只不过呢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那当然大家后续呢 也有机会 来进入到这种搜索引擎的公司 或者自己造个搜索引擎的时候呢 也是有很多改进的 这是关于搜索引擎的局限 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在搜索引擎里边呢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知识点 叫做Robots协议这个内容 Robots协议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它是网站本身 比如说我是新当网的老板 我决定 我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 哪些内容是搜索引擎能够抓取的 哪些内容是搜索引擎 不应该抓取的 我可以通过Robots协议 来告诉对的搜索引擎 那么搜索引擎呢 它网网素材的位置呢 是在当前这个网站的根目楼下面 有个Robots.tlt里面 我们可以打开淘宝来看一下 淘宝.com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文本文件 在网页上也能够呈现出来 大致的来看呢 它好像分为了这样几块内容 对不对 比如说呢 这是一部分内容 这是另外一部分内容 对不对 分针好几块 对吧 这也是一块内容 这一块 下面这个是一块内容 这一块内容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看 先看第一个 User Agent 这个字段呢 后续我们会遇到很多次 User Agent 用户代理 对不对 我个人呢 更喜欢把它理解为 浏览器的身份标识 通过这个字段呢 能够告诉对方的服务器 当前是哪个 什么样的程序 在请求对方的网站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家写了 看了一下 这里写的是个 百度Spider 对不对 那肯定毫无疑问 就是百度的跑程 就是百度的斯多引擎 对吧 那如果说有一天 对方服务器 发现有一个 User Agent 为百度Spider的 这样一个程序 在请求他的网站 那他就可以知道 这是百度斯多引擎 正在获取他上面的内容 能理解吗 如果有一天 他发现是Google Bot的 这应该也是非常好理解 就是Google的跑程 对不对 Beam Bot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300Spider 对不对 YahooSpider 都是这个样子的 User Agent 就是告诉对方的服务器 当前请求他网站的是 什么样的程序 这个后面呢 我们在讲HTTP HTPS的时候 也会再讲 然后呢 下面有这样一些次段 叫做Allow和Disallow Allow表示的是 当前这个淘宝这个网站 他允许 当前这个User Agent 去爬去他拿里的内容 比如他允许他爬去 百度Spider 下面的Article 他Gamot下面的Article OS HTML下面的内容 不允许他爬 Product 和Gamot下面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他允许 百度的收紧性 爬的内容 好像更多一些 发现没有 那么不允许爬的 更少一些 最起码的 比如说 Product下面的 比如说这个应该是 商品信息这块内容 他是允许谷歌去爬的 但是不允许百度爬 是吧 能发现 那么Bean也是一样 他允许Bean爬 但是不允许百度爬 或者不允许360爬 不允许亚伙爬 Sogo也没让他爬 Sogo是可以的 让他爬了 对吧 可以发现 首先RoboterTIT 是这个网站 自己他自己想 如何定义 他就可以如何定义的 我想让哪些网站爬 我就可以定义 这样一个TIT文件 放在自己的根本楼下面 那么后续呢 这个Sogo应急呢 你在爬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他就会先来请求一下Roboter协议 去看一下对方网站 想让他爬 想让他爬的时候呢 他去爬 不能让他爬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去爬 这个可以理解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爬虫会怎么样呢 对不对 我们的爬虫呢 他能够去爬这些 他不想我们爬虫爬的内容吗 对吧 在这里呢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点 是什么呢 就是Roboter的协议呢 它是一个道德前面上的约束 道德前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建议你不要爬 你非要爬我也难不住 就这个意思 确实是难不住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我们的乱七能够请入到 这个article 这个product下面的内容 那毫无疑问 只要是我们程序 来模拟一下乱七 就肯定一样的 能够会到article 以及product下面的内容了 对不对 就毫无疑问 肯定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 有很多网站呢 很多公司呢 在谴责百度 说百度呢 不到的 说他不遵守Roboter协议 那所谓这个Roboter协议呢 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 看到这样的Roboter的贴的贴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 再来去看一下 假设我们在百度里面搜索淘宝 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点错了 来看一下这里 由于该网站 Roboter.txt文件存在 现成指令 系统无法提供 该一面内容描述 这里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里也是一样 这也是一样 那说明呢 这个百度呢 确实遵守了淘宝的 roboter协议 看见了吗 我们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 到底有没有 去抓了 我们是不清楚的 他也可能抓了 但是呢 没有把它呈现出来而已 对不对 那为什么淘宝 他允许 这个谷歌 他们爬了更多一些 不允许百度爬呢 对吧 因为可能淘宝呢 他想 进军海外市场 对不对 所以对卡位 所有引擎呢 更友好一些 对吧 或者说简单的 直接一点 他们中间 国内这些公司里面呢 现在直接的竞争 对不对 所以就不是 想让对方过得太好 对吧 所以就提供这些内容 那所以说呢 在后期的时候呢 我们在自己的爬室里面 是不用去考虑 roboter协议的 可以理解吗 我们 就算对方的网站 不想让我们爬 我们也是一样的 就可以爬的 我们爬了之后呢 如果有一天 对方 这个网站呢 就开始问责了 就是说 觉得我们抓了 抓了别人数据 没有经过对方的允许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锅呢 并不是大家去背 对不对 但是呢 由于我们清楚的 知道之后的协议 这块内容 所以说呢 在我们老板 让我们去爬这个网站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网站 好像他是不希望 我们去爬的 对不对 其实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 在爬虫的应用里面呢 有个非常典型的公司 叫做精神图条 精神图条最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是通过爬虫起家的 精神图条最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做一个 新闻聚合的 这样一个工作 对不对 他把其他很多 新闻网站上的 所有的新闻呢 全部抓过来 然后放到自己的APP上面 然后呢 实现 我们通过他的APP呢 就能看各种不同地方的 不同网站的这种新闻 对吧 那么精神图条非常小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公司呢 他是不会去管精神图条 到底没有爬的数据的 那到现在的时候呢 精神图条已经非常大了 那这个时候呢 挣钱真的非常多的时候 很多公司呢 就开始脸红了 对吧 开始认为精神图条 通过他自己的数据 他自己没有盈利 但是精神图条 拿到他数据之后呢 精神图条就开始盈利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别人看的很不爽 所以开始告精神图条 对吧 所以精神图条 现在就变了 它变成什么样子呢 它就变成了 和我们的微信公共号一样 在下面呢 有很多头条号 这些头条号呢 精神图条表示 这些头条号 都不是他自己去抓的 而是用户上传的 对不对 或者说 其他一些大公司的 下面数据呢 他是有跟 这些网站都是有合作的 比如说他和 他和这个 新浪有合作 和这个网易是有合作的 那合作之后呢 他允许授权 这个 精神图条去抓他的数据 所以精神图条 就能够放进大脑的抓了 但这个授权呢 肯定不是简单的 我跟你说一声就好了 肯定是要给钱的 对吧 可以理解吧 那精神图条 精神图条上面呢 有很多这种自媒体 这种自媒体呢 比如说这个 常见的一些 贵心的公众号 比如说什么 电影测评的 什么独摄电影啊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了 对不对 这种非常大的 非常 订阅量非常多的这种人呢 他们 这些公众号呢 其实在 精神图条 在 微博上 都是 在微博上 精神图条上 还有在 微博上 都是有对应的公众号的 然后呢 当用户点击在 他公众号里面的内容 其实这个时候呢 用户他是要 点的非常多的时候呢 精神图条是要给他付费的 你解吗 他并不是免费的 我自己创个号 然后呢 我就在上面放 并不是这个样子 都是会有钱的 当数量 订阅量 或者观看量 点击量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都是要给钱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 去来尝试一下 也是可以自己去 精神图条上 建一个号的 比如说 python 从入门到提高 对吧 建这样一个号 然后呢 看能不能有多少人 去点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速度面呢 还是比较小 对不对 可能只有 关注编程的人呢 才会去看一下 情况内容 可能除了之外的内容呢 可能很多人 都不去点 对不对 这是关于 Robot协议这份内容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然后前面的 所学的内容呢 全部是关于 爬上的基础知识 这一块内容 在这一内容里面呢 就两点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点呢 是爬上的定义 它是模拟乱七 发动请求 模拟乱七 发动请求 记住这句话 那么还有之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 聚焦跑路的工作流程 就是我们后面会写的 跑路的工作流程 URL地址 到响应 到基础数据 到保存 偶尔呢 还需要从响应中 提URL地址 那么其他内容呢 可能相对这两点来说的话呢 就没那么重要 大家 但是呢 很多时候的面试官 可能也会 也会问 对不对 比如说 问我们 关于这个Robot协议 那这个程度 大家也需要知道 Robot协议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连 Robot协议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 Robot协议都不知道